好来看到花莲省政府原型处办理第十四届 原住民族语言戏剧竞赛花莲的出赛 截日期到8月31号只受理报名 那么各组的奖项以及奖金丰厚 也欢迎县内的家庭幼儿园以及社会团体来把握机会 一起来组队参赛 原住民族语言戏剧竞赛竞赛 竞争来落实为年度常态新的竞赛活动 比赛组业分为家庭组、幼儿人组以及社会组 以前主与舞台剧方式演出部落生活的时事 或是历史文化以及传说故事等等 各组优胜队伍将代表本县参加原住民族委员会 11月份的办理的全国决赛 县福原住民行政处出展独孤身表是 原住民族语言戏剧竞赛以推广主义学习以及传承为目的 将由话剧排言以及竞赛的过程增加主义使用的频率 但学习设计多项专业 由剧本编写 演员技巧训练、道具以及服装制作等等 透过竞赛 期盼能够培养出发掘的更多人才 那么其实我们学习族语就要在生活中 我们随时看到的时候呢 我们就复习一下 今天看到三腔 我们就说这个怎么念呢 这个树是怎么念 然后可以的话 我就小小的照句一下 比如说三腔 然后呢 我今天在海岸山脉看到一支三腔 哇这个一个句子 那么最好你是直觉啦 如果当我们初学的时候 要透过翻译 那么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过去受的主流教育 就是先从这个中文开始学习 所以呢 我们大部分的孩子 都俗语的学习 都是用第二语言来学习 已经不太像是过去 俗语的方式来学习 但是也没有关系 就算是第二语言 第三语言 都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的好朋友 纽西兰的毛利主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那么他们透过非常多语言的 政策 语言的教育 还有全国共同的意志呢 也让他们的主语 现在啊 每一个人都会讲主语 那这是成功的典范 先复原众行政处代理副处长 许才表示 本届时值鼓励及吸引 主流门泳业参赛 除了参赛所必须的道具 以及训练费用补助之外 以各主流参赛对数最高金额 预计将超过30万元 就有多种奖项 包含主别之团体 个人奖 以及最佳剧本奖等等 希望吸引更多有兴趣的大众 共同与主义推广活动 有关报名简单 以及参赛奖金资讯 也进行至花莲宪泳业参赛出 官网最新消息 记者集合红维 欢迎收看